预夕地区农会上个星期才刚刚开幕的课程铁桥旁 以熊为主题打造小而美的稻田油气区 不过总干事蔡仲翰表示说 其实还有一个花海是原本农会要推广的 不过因为气候关系呢 很多波斯局向日葵花还有油菜花等都没有长出来 只有在原城附近开了一公顷左右 向日葵花海相当吸睛 总干事邀请大家可以跟着指标到玉里的新秘境 一眼望去黄色的大花朵随风摇摆 就像是在跟您打招呼 这是玉里镇原车历附近的向日葵花海 也是玉里镇上开的最美的一区 于是农会原本要推广花海密集情城 但是因为气候关系 许多的波斯局向日葵花油菜花等花种都没有长出来 只有在原城附近开了一公顷左右的向日葵花海相当吸睛 今年一般来讲油菜花大概有900-300公顷的油菜花 你种植给人家撒 那真正我们有规划大概4公顷左右 但是其实真正种起来的话 大概就是1、2公顷后来油脏起来 预期继续农会上周才刚刚开幕的课程铁桥旁 以雄为主题打造小二美的稻田油气区 总干事蔡宗翰表示 重植花海的是农会小组长庄秀雄 他在去年在玉里镇上就种植 成功许多的向日葵也造成了小轰动 民众都跑过去拍照打卡 小组长希望大家也能够趁这个时候来走走 向日葵是冬天的花会 是 冬天的花会 那你说因为今年是特别好事怎么样 是因为今年又下冬天 过没多久就吸引民众目光下车拍照 小组长说他建议来欣赏向日葵民众 可以在早上的八点后来 因为向日葵朵朵开花 面向阳光画面相当漂亮 拍照起来也非常美丽 记者高雄双玉镇采访报道 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